一趟捷运的时间 听一本好书的精彩 林尔祥为您朗读 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听天下好读 我是林尔祥 今天想要介绍给你一个新的观念 那就是不要小看大脑 大脑有自我改造的巨大威力 你练习什么就增强什么 所以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斋 是取自这本书叫做 训练大脑让自己更强大 作者是肖娜·夏比洛博士 他是圣塔克拉拉大学的教授 临床的心理学家 作者是以实际有效的正念研究 享誉国际 诗将正念融入临床心理学的先驱之一 同时也是达赖喇嘛共同创立的 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研究员 夏比洛博士 以正念为主题的TED演说 正念的力量 观看的次数超过了315万次 曾经受邀到多个场合演讲 包括泰国的皇室丹麦政府 还有不丹国民幸福指数高峰会 世界心理治疗学会等等 作者的硕士论文 是研究医学生的医学训练 是不是会抹灭医师的人性温度 以及正念 可否帮助他降低职业倦怠 他针对80位医学院学生进行研究 结论是 正念训练可以保住同理心和同情心 同时降低忧郁和焦虑 而这项研究在1998年 发表于《行为医学》期刊 2000年 作者和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史瓦兹 共同发表正念的新范式 也就是意图在自我调节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Intention in Self-Regulation 这是第一个有科学根据的模式 明确包含正念的三个核心要素 意图、注意力和态度 接下来他持续进行 包括帮助失眠的人改善睡眠品质 为乳癌患者改善生活品质 帮助工程系的学生提高创新能力和创造力 让大学生做决定的时候 顾及更多伦理考量 以及减少高阶专业人士的压力 等等等等研究 以证明正念的好处 作者提出正念练习 使人们改变观点 不再沉浸于自我中心的论述 他和祖父也是深受关节炎之苦的退休数学教授 一同练习正念 改变了祖父与疼痛的关系 也拥抱新的人生 他也以这个为主题 写成了论文《正念的机制》 提出正念的转化性效果 发表在临床心理学期刊 成为那一年受到最多人引用的两篇论文之一 这也是作者的学术论文中 受到最多学者参考的一篇 今天我们的书斋内容是 百分之五 小小的改变 不起眼 到爆的目标 如何让你更成功 当我们把自己从追求完美的想法释放出来 并且把注意力放在想走的方向 就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进入了生命 那就是 每一刻都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改变自己 并不是为了得到最棒的自己 这不是一个自我提升计划 以永远达不到的完美为目标哦 相反的 重点在于 向改变 成长 与进化的可能性敞开 优秀的精神科医师席格提醒 我们永远处于被创造与自我创造的永恒状态中 百分之五的唯改变 小小的改变 现在 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好像很艰巨 觉得有点 不知从何开始 别担心 改变 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们没有办法在一瞬间 把无意的习惯戒掉 立刻形成我们想要的行为模式 然而 我们往往没有把这个改变的过程 视为一件本该如此的事 反而在失败的时候 惩罚自己 每个人的改变不是线性进展的 一定会有停顿 绕路 倒退 机运和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 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而且建立在经验之上 我们把新的思考 感觉 与行为模式 一层又一层的叠加 并且整合 让这些路径透过想法 语言和行动展现出来 不过 我们必须跨出第一步 才会有后续的发展 但 有的时候 跨出第一步 是最困难的部分 关键 就在于养成 为习惯 小小的习惯 微调你的行为 然后慢慢累积成大改变 我经常邀请我的客户 设定一个 不起眼 倒抱的目标 一步一步慢慢来 让我们允许自己放松心情 卸下压力 目的是装备我们 可以更快 更容易地成功 我们的每一个成就 会使我们有更强的动力 去成就下一个里程碑 这些不起眼的时刻和胜利 会为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 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经验 也有它的作用 尤其 当这些经验 一再地重复发生 想想 一滴一滴 落入水桶里的水 一开始的那些水滴 似乎是微乎其微 但累积之后 终就会装满 并且溢出水桶 当我们抱持 不是全有就是全无的心态 而不是拥抱与赞扬 一点一点进步的改变 会太过聚焦于注视终点线 以至于 没有用尽全力冲向目的地 研究证实 比起完全聚焦于最终的结果 当人们把复杂的任务 分解成比较容易达成的里程碑 然后努力达成那些目标 往往能够以更快的速度 完成任务 成果也有更好的品质 如果要不再满脑子 都想着最终目的地 而是聚焦于前进的方向 你可以试着问自己 我能不能只做5%就好 举个例子来说 我能不能提高5%的运动量 我能不能更放松一点 只要5%就好了 我只要多给别人 5%的信任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5%还是太多 那么就试试 我能不能只做1%就好了 或许你会觉得 那种程度的改变 成不了什么事 试试不然 我记得很清楚 当我小时候发烧 全身虚弱 而且疼痛 流泪 脸红通通的 父亲说 如果能让体温 从华氏101度下降一两度 我一定会觉得舒服很多 小 即是大 是的 改变 改变是一点一点发生的 以上 书斋 斋子训练大脑 让自己更强大 5%的微小改变 简单有效的正面练习 提升自我调试能力 远离疼痛 焦虑 压力 忧郁 天下杂志出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